哈喽,大家好,我是投笔从农的朱教授 今天我来给大家展示怎样用你家里回收利用的一些小物品 来制作一个可以自动浇水的懒人花盆 这个花盆非常好用,尤其适合我们这种不是特别会养花的人 它浇一次水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其中的植物提供水分 这样我们就不用担心它会浇太多的水把它淹死 或者说我们太久了忘了浇水 下面我们来看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首先是一个普通的花盆 就是这样下面有洞的小花盆 然后再找两个跟花盆差不多大小的两个小盒子 一个大一个小 然后就是我们要移栽的这个植物 这次我准备的是从超市买回来的香菜 然后再准备一片破棉布 然后是剪刀一把 我们准备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这两个盒子呢 小盒子要能够放到大盒子里边去 它起到的作用是支撑上面的这个花盆 然后我这个盒子稍微有点大 就是小盒子它的边不能够很好的贴合到大盒子的底部 所以一会儿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个小盒子的上边切掉一圈 我准备的这个小花盆呢 比超市带回来的这个香菜 它的大小要稍微大一点 所以一会儿我们其实还要再准备一些土 不过我现在手头还没有方便的土 所以我今天就不给大家展示 大家知道是怎么操作就可以 首先呢 我们要把小盒子的底部戳一个洞 然后我们来剪这块布 剪一块巴掌大小的布 其实这个大小就是跟花盆的底面一样大就行了 然后还要再多剪出来一条 这样能够从孔洞当中穿进去的这样一根棉线 我这块布呢 正好就有这样一根线 所以我就顺着这个结构把它给剪下来了 这块布的大小要注意 我们要能遮盖住花盆底下所有的洞 这样以后我们都在花盆里边填土的时候 就不会掉到下边去 我这块布的尾巴已经从花盆的底部穿过去了 现在我把它穿进这个小盒子的洞里边 刚才我们扎的这个小洞里边去 这样的结构呢 如果说在花盆下边遇到有水的时候 水就会顺着这根绳子 它一点一点的通过毛细作用 渗透到上边的布当中 再被上面的土壤给吸收掉 这就是我们的自动补水系统的简单原理 然后我们还要把下面这个小杯子的结构呢 我们把它修剪一下 因为刚才我这个杯子有点大 所以就把它剪小一圈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动作 就是我们在这个小杯子的底部呢 就是跟那个大盒子接触的地方 我们还要得给它剪出一个浸水口 这样的话 它那个大盒子里装的水 可以从这个浸水口进入到小杯子里边 然后被这个棉线绳给吸收过去 好 我们把它们重新组合好 等一会儿呢 我们加完水之后 在盒子底部 这个大盒子里边的水呢 它就会通过我们刚才制作的这个毛细吸附的系统 慢慢慢慢的渗透到上边的土壤里边去 好 现在我们把准备好的香菜放进去吧 这样一个结构简单的自动补水的懒人花盆就做好了 放进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给这个花盆加水了 你可以从上面浇 当然也可以从下面直接给盒子里加满水 怎么样 超级简单的懒人花盆制作就完成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间 装